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实力致义致敬 泰国以佛力计算年份 举凡国家大典 军事出征 新法令颁布 国王加冕 官员晋升 以及个人的婚丧喜庆 都要邀请僧侣光临 主持佛教仪式 如灾僧 燕僧 诵经 行善 放生 佛理等 泰国不少节日都来自佛教节日 而在文化艺术方面 自宿可泰王朝以来 泰国的古典文学 基本上是由佛教文学 和宫廷文学 这两个部分组成的 可见佛教对文学的影响 和佛教文学 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了 位于泰国西北的佛通府 从曼谷出发 大概要两个小时 在泰国最有名的古曼童庙宇 可说是非三岩寺莫属了 三岩寺的住持龙破眼 现已一百岁了 而在三岩寺的庙内 有着人称古曼童之父的 龙破爹金生 即世界最大的古曼童 供大家参拜 古曼童 华人也称金童子 据供养古曼童的朋友们说 供养古曼童只要照规矩来 通常运气也会比之前平顺 当然生活会更加顺遂 不过发生好事了 千万别忘记感谢古曼童 替他买件新衣服 小玩具 来观众朋友 这个时候呢 坐在我们后面里呢 就是我们这间庙的高僧 那据我们的阿民告诉尤发 他已经是有一百岁了 对 今年一百岁 就是这位高僧 所以这位高僧呢 他前面有两尊这个古曼童 其实这位高僧 他也就是在这个庙里面 已经就是有让很多人 来请古曼童的工作很久了 他已经在这间庙80年了 20岁的时候住在这间庙了 其实可以说一下吗 这个古曼童其实造型真的很多 那其实每一个造型 只是造型上的不同 其实它的功效是一样的吗 造型不同 材料不同 但功效都是一样的 功效是一样 那么这个古曼童里面 它主要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呢 就是会有一些庙的圣徒啊 不过他们传统的做法 就是听起来有点恐怖 就是有小孩的那个骨灰 那这个是不是属于鹰的呢 还是不属的 它不属于鹰的 因为是经过得道高僧超度了 所以是就是有清洗过 然后就是属于是正的 是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位和尚呢 已经有一百岁了 而且他还是咬槟榔的哦 所以你可以想象在以前呢 其实很多人都咬槟榔 像中国也好 马来西亚 像缅甸很多人都咬槟榔的 对啊 所以这个和尚呢 其实他还是咬槟榔的 不过我其实也很想了解一下 这个和尚 其实因为刚刚我听他的负责人说 他很早就睡觉 对 他说我们这个访问完 他就要去睡觉 刚刚我们的摄影师还在问有话 为什么那么早睡觉 我就跟他解释 应该这边的和尚 他们是早上四点多钟起来送金 然后可能就过午不时 过了十二点不吃饭 对 过了十二点就不吃饭 对 过午不时 所以他们过了中午以后就没事干 就可能就休息 就早点休息 因为第二天要很早起来 而且年纪也大了 所以特别早休息 因为他大概是五点多 六点左右 又再起来在念里面送金 哦 所以体力不支嘛 毕竟年纪太大了 好 那我想这个时候呢 就让阿明们再继续大门 去找找这间寺庙的一些点点滴滴 古曼童都有最基本的防小人 招桃花 吻姻缘 招财 运势 等等的能力 但是 就像一般孩子一样 每个人都有较为擅长的地方 所以 这些孩子的专场 就得让各位供养的爸爸妈妈自行发掘咯 供养古曼童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多做善事 不可作恶 古曼童都是为了增加福报 求得一个安身之所 一份香火的孩子 你做的所有好事得到的福报 古曼童也都会分得 捐钱给需要的人 佛寺 妙语 为需要帮助的人出一份力 这些不但能为自己 及古曼童累积福报 应得 还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何乐而不为呢 相反的 你做的坏事 报应也势必会降临 所以 请抱有正确的心态 千万不要请古曼童回去 做坏事 做坏事 Mistok TV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 辛隆带大家来到 牛车水的心态 由老板阿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来 大家好 这个就是之前我们所去过的 那个龙婆烟的那个寺庙 所拿回来的那个古曼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那个龙婆烟 也就是那个古曼之父 然后这些呢 就是之前我们全部在那边 让师父加持过之后 然后再把它带回来到本殿 然后让大家供奉的 你从泰国那边 跋山涉水的 拿过来新加坡 为了就是让大家方便 不用去到泰国 在新加坡也买得到 对 这些全部都是之前 都在那个庙那边拿的 然后之前都是 全部都让师父加持过 然后再把它带来新加坡 我听说 明界有个传说就是 供奉苦满童的主人 会在半夜里面 听到孩子的声音 是不是有这回事 其实这些都只是传说 其实就是因人而异 然后古曼呢 其实供奉古曼的人 其实他们会 对小孩子啊 比较亲切啊 然后他们也会比较 说比较敏感啊 不过古曼 通常他都会保护 他自己的父母 也就是那个供奉他的人 他就把那个供奉他的人 认定是他的父母 是他的主人 然后除了平时在日常生活 会有改善的话 然后其实还有帮助一些 事业啊 招财啊 这方面之类的 古曼童是属于哪一类型的 比方说求财啊 求爱情啊 求事业 哪一类型的人 比较适合来供奉 其实什么人都能供奉古曼 每个人就是说 每个人他们都可以 其实都可以佩戴古曼童 因为古曼童 其实他毕竟不是属于那种荫物 也不是属于邪的 就很像之前我们去那个庙 然后跟那个主持做了个访问 然后他也向大家解释说 古曼童 其实要是你把他供奉的不好 他最多就是 你在日常生活上 没有看到什么帮助 然后他也会回到那个庙里 寻找制造他的那个师父 而不会在供奉者的家里闹事啊 或者啊 制造一些日常生活的问题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对 因为我有听说一些他们可能是说 用不正统的方式来供奉 用血有这回事吗 其实那些都是民间的那些一些说法 不过古曼童绝对不是那种 阴童啊 或者是鬼仔啊 这些之类的 应该如何去供奉啊 水果啊 糖啊 听说古曼童很喜欢水果啊 奶嘴这些的供奉 对 因为其实基本上他们就是小孩子嘛 然后他们就是喜欢一些水啊 牛奶啊 小甜点啊 或者饭啊之类的 绝对不需要用到血啊 或那些极端的东西来供奉 那你售卖佛牌这么久的历史 有没有碰过一些顾客 他用这样的方式去供奉他们 也有 就是那种很极端的那些顾客 不过他们是已经是可能是说已经开始走火入魔了或者是一些精神比较不正常的人就是在电视上啊看了一些看了电视之后啊然后可能就是有几个朋友啊跟他们说要用血啊可能拜了就比较有效果 你讲了一句走火入魔 真的我听了如果是用血来供奉真的是属于走火入魔吧 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吗 其实那些人他们还没供奉滚慢之前他们的精神上可能就已经有问题了 供奉滚慢可能就是他们的一种精神支柱 然后他们就可能用一些比较极端的方法来供奉滚慢 不过那些全都是错的 而且在他们还没供奉滚慢之前 可能精神上就已经出了问题了 所以正统的供奉方式是应该如何做到 贡品上面是要以什么最最好的来供奉他们 其实供奉滚慢的那个方法很简单 你只要把他请回家里了之后 然后你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孩子 然后就是比较用心啊 然后给他一些贡品啊 或者比较有爱心的那些供奉者 也就是那些滚慢的新父母 他们可能在供奉的时候会跟他们的滚慢说一些话 就是说很像买了糖果啊 食物啊之类啊给你们了 然后希望在日常生活上 或者是在感情上或工作上 想要看到什么方面的那个进步 然后就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 偶尔说几句话啊沟通沟通一下 就是好像看待自己家里的孩子一样来疼爱 把自己的爱心献给他们 对而绝对不是利用他们 然后把他们当成是工具之类的 OK利用他们当作工具 这个应该是很可怕 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 但那绝对是错的 好你这边所看到的供奉滚 都是从泰国 对都是从那个瓦桑那边进来 很重耶 它都有分不同的那个材料 好像珠宝围住它 很庄严哦 对啊因为这些 其实古曼他们也喜欢 就是人要衣装 佛要精装 所以奶嘴啊 零食啊 糕点同样可以供奉它 是属正统的 对都是正统的 好这一期我们学到了 如何供奉库滚通 感谢阿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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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Gallery 售卖各种佛牌及佛像 提供您所需的佛教用品 现在就到珍珠大厦 0237号 火博店 9168 0638 9168 0638 在三年寺让大家可以供养的古饭头 是庙内的师傅 借着手边可取得的材料 像是寺庙外的砖粉 瓦片 土 泥 等等 没有任何骨 血 肉 等等 然后再将灵体移位 在尚未被供养前 每日在庙宇内听佛经 受佛法的教导 洗礼 这类型的古曼 虽说实现愿望的速度较慢 但是也比较安全 你可以告诉他 帮你实现愿望就帮他准备玩具 如果你忘了 他也不会加害于你 顶多让你回归之前的生活 或是运气变差 此时就得想想 自己是不是对古曼哪里不够好 承诺没做到 承诺没做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